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课 神经系统 这课主要是认识身体主要系统和器官的功能 认识到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 和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 学习如何保护神经系统 爱惜自己的身体 好了 开始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人体的基本结构 人体的最基本单位叫做细胞 而一些相似功能的细胞互相连接 就成为一个组织 由几种组织共同构成 能够担任一种或者几种独特的生理功能 就叫做器官 由不同的器官互相结合 去执行这个复杂的生理功能 这样的话 这个就叫做系统 我们人体的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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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呼吸气中的样子来到维持生命 呼吸的时候我们会用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包括鼻、气管、肢气管和肺部 几个主要部分 当我们吸气的时候 空腔会扩大 空气会由鼻孔吸入 之后经过气管、肢气管、小肢气管 再进入肺部 空气会在肺里面进行气体交换 空气的氧会被吸入 体内的二氧化碳会被排出 当我们呼气的时候 空腔就会缩小 二氧化碳最后会从鼻腔排出 循环系统 人类需要心脏的跳动 令血液通过血管 通往身体不同的地方 来维持生命 循环系统由心脏、血管、血液组成 心脏就好像一个泵一样 不断收缩和舒张 血液会输送氧和氧份 到身体不同部分 例如脑部、其他器官、四肢等 而血液会收集身体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和肺物 会经过肺部进行气体交换之后 变回含氧血继续循环 消化系统 人类必须进食 才可以维持到生命 食物进入人体后 便会遇上我们的消化系统 当我们将食物放入口之后 食物被牙齿咬碎和脱液混和 咬碎的食物之后 会通过食道 进入胃 食物会和胃液混和 再配合胃壁不停蠕动 食物就变成虎状 然后去到小肠 骨葬食物在小肠里面再度消化 同时食物的养分 会被小肠吸收 没有被吸收的食物渣宰 会被送到大肠 大肠吸去食物渣宰的水分 就形成糞便 就形成糞便 最后糞便 经过肛门排出体外 骨骼 我们的骨骼 除了支撑住我们的身体 亦保护着我们的器官 例如我们的肋骨 能够保护肺部和心脏 头骨 就能够保护脑部 骨头之间的交接处 叫关节 关节可以在肌肉的配合下 令肢体能够做出不同的动作 备尿系统 人类必须从食物和饮尿吸收水分 来到维持身体的正常运作 体内多余的水分和肺物 会进入血液 而人体的备尿系统 就负责将血液过滤 再以尿液形式 将多余的水分和肺物排出体外 神经系统 人体需要神经系统 去负责指挥体内的器官 和协调各个系统的工作 神经遍布身体各部分 当感觉神经细胞接收到讯息 就会传送到大脑 大脑经过思考后 会发出指令 令身体作出配合的行动 了解了我们人体 那么多系统和结构之后 你认为人体哪一个系统 是最有趣呢? 片就看完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 以下这些系统是什么 这个第一个 负责吸取氧 排出氧化碳的是 就是呼吸系统 第二个 负责运送血液到身体各部分 就叫做循环系统 而第三个 负责将食物消化 接着吸收它的养分 最后排出糞便 这个就叫做消化系统 第四个 负责支持身体 和保护器官 就叫做骨骼系统 第五个 负责排出身体里面 多余的水分和废物 就是下一课要学的 秘尿系统 第六个 负责指挥和协调各个系统 就是今课要学的神经系统 有没有想过 如果少了一个系统 或者组织 我们的身体会如何 由于各个系统 和组织 都有自己的功能 如果少了一个系统 或者组织 身体就不能正常运作 甚至 会有生命的危险 小总结 人体里面有不同的系统 和组织 它们互相配合 维持人体的正常运作 这里有一个小练习 是QuizNet 大家可以试试进去做这个练习吧 第二 人体的指挥中心在那里 各位 你们看到什么颜色 可能 有些人就要看到是绿色 有些人就要看到是黄色 看绿色 即是看到字本身的颜色 要看黄色 其实你是在说那两个字的意思 文字的意思是黄色 那为什么我们的路可以判变到呢? 首先我们有眼睛 可以接收到这两个字的颜色 以及看到这两个字的结构形状 当传到老的时候 我们就分析了 分析到它的颜色就是绿色 而在记忆里面也都学过这个字 意思是黄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可以做到的事情 现在我们一起看一段影片 认识一下神经系统吧 偷视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是由老、脊水和遍布身体各部分的神经组成的 神经是由神经组成 神经系统负责指挥人体内的器官 并且协调各个系统的工作 当感觉神经统接收到信息 当感觉神经统接收到信息 感觉神经就将眼看到蚊的影像 和皮肤感觉到被蚊钉的信息传到大脑 大脑接收信息之后 经过思考 并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作出分析 然后发出指令 指令经运动神经细胞传递给肌肉 令身体作出配合的行动 看完这条片 大家都相信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认识 组成部分 第一个 发出指令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我们的脑 而传递信息 就是脊水 另一个传递信息 就是神经 神经系统就是这么简单 在从阅读中学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脑的结构知识 脑是人体的指挥中心 会控制我们的思想 感情 言语和行动 而且令身体各个器官各司其职 维持生命 结构分为大脑小脑和脑干 大脑佔最大部分 主要是掌管记忆思考推理 决策语言和身体活动 他都会接收和整合讯息 接着是下命令 而小脑在大脑下面 主要是控制肌肉活动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先生叫什么名字 他就是我们的世纪天才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死了之后 将他的脑捐给不同的实验室 给科学家研究一下 究竟他的脑和正常人有什么不同 科学家尝试研究他的脑 他就发现了他脑的几个区域 就多些奏捷 推测他这个现象 就和他超强的数学推理能力 和解决物理能力的能力有关 但是他脑里面 负责语言能力的皮层比常人小 猜测这个就是令他三岁的时候 才会讲话的原因 当然这只是猜测 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 无论如何 大家多些学习 多些用脑 应该的脑就会好些 第三部分 神经系统有什么功能 大家判断一下下面的活动 主要是利用神经系统有什么功能 就将代表的英文字母 填在白色的格子里面 好了 相信大家都很容易做到 记忆 背诵 和弹奏乐器 我们需要记忆 思考 好像计算A 和D 下棋 都是思考的 而协调动作 好像C的走平衡目 或者E的弹奏乐器 都需要我们肌肉的平衡 协调 不过这只是说 这些活动的主要功能 实际上 差不多每一种活动 都包括了 所有的神经系统的功能 好像A 计算 你计算 其实 不单是思考的 都有记忆的部分 记下 究竟 加法是怎么样的 记下 分母 二分母 的时候 是怎么加的 都是协调动作的 手 写字 按着桌子 都是有身体协调动作的 即使下棋 也不是只是思考的 都有记忆 记忆下棋的步骤 以前的经验 小终结 神经系统有 记忆 思考 以及 协调动作的功能 当然 神经系统的功能 不只有这三个 还有很多 很多 第四部分 神经系统 如何协调身体各部分 很多动作 是经过大脑的思考 判断 而又做出反应 这个叫做随意动作 好像下面的照片 男生想跳过去 神经系统就协调这个过程 神经系统是怎样做的呢 怎样帮助这个男生 由右边跳到左边呢 首先 男生的眼睛 看到他跳台 眼睛就是一个 感觉器官 接着 视觉神经 就把信息 传到大脑里面 大脑里面有视觉区的 他就会作出分析 判断 经过思考之后 他就发出了命令 这个命令 经过脊髓 就传出去 传到相关的 运动肌肉那里 就命令肌肉 收缩或者伸展 就做出一个 跳跃的动作 他就成功地跳过去 神经系统的各个器官 互相协调合作 就做出不同的动作 好了 我们现在一起填下 在这个过程里面 各个部分的功用 眼睛就是A 看见跳台 接着 视觉神经就是B 将信息传到老部 脑就是C 接收信息 经到思考之后 发出指令 而脊髓就将指令 传到相关的身体部分 而运动神经 就做出跳跃的动作 小总结 神经系统是由 脑发出指令 脊髓和神经 传递的信息 令到我们可以完成各种动作和行为 这里就说了随意动作 是不是所有动作 都是经过思考的呢 又不是的 在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不需要经过思考 身体就做出反应 例如呼吸 心跳 有时 在思考之前 都会作出反应 就是下一部分 说的反射动作 第五部分 什么是反射动作呢 或者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 好像女孩子那样 只手 多多手 碰到热的水杯 她在很快的时间 就续手 而这个反应 就是在大脑思考之前做的 肌肉已经做出反应 这个就是反射动作 那我们一起看一条片 反射动作 对于一些突如其来的刺激 我们的神经系统 可以不需要经过大脑的思考 就直接做出迅速的反射动作 避免受伤 例如 当我们在碰到烫手的物件的时候 就会本能地即刻束手 那是因为 当手部的感觉神经细胞 接收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刺激的时候 就会将讯息直接传送到脊髓 水直接发出指令 然后沿着运动神经传送到肌肉 令手立即移开 避免被热水烫伤 这个由感到热 至到将手移开的过程 并不经大脑的思考和分析 不过大脑仍然会接收到讯息 得知发生了的事情 这些由神经系统作出的自我保护行为 称为反射动作 好了 相信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反射动作 在脑思考之前 肌肉已经做了动作 能够保护我们 第三部分 有两个小实验可以做 不做的时候 小心点 不要弄弃别人 例如第一幅图A那里 这个男子坐下 摇着脚放松 另一个男子 用手刀轻力地刮进去 会有什么反应呢 其实男子的小腿会自动弹一下 B的摄像 同学在另一位同学面前拍手 好自然 同学的眼睛会闪一下 这就是反射动作的例子 随意动作和反射动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随意动作是经过思考, 动作反应会慢一点 当然所谓慢一点都是很短时间之内就完成 而反射动作是不首先经过思考 所以动作反应就相对快很多 小总结 当遇上某些突然刺激 身体会不经思考做出什么? 即时和快速的反射动作 避免受伤 第六部分 如何保护神经系统呢? 大家都明白 神经系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协调其他系统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下面这些人有没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 一起看一下 第一幅图 这个男生对不对? 当然是不对 他背着这么重的书包 对脊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严重会影响脊髓和相连的神经 第二幅图 这个阿叔喝酒又吃烟 其实酒 烟都会抑制神经系统 吸烟时 烟草释出的有害物质 也会影响神经系统 第三幅图 这个男生跑得全身汗 对不对? 当然可以的 运动对神经系统是好的 第四 敲打人家的头 那当然是很不对 因为打人家的头 是有机会令到脑部受伤的 后果是可以很严重的 看你打到什么位置和力量 所以千万不要打人家的头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对 第五 这个女生踩单车 当然是没问题 而且她很懂得保护自己 她戴上头盔 万一有什么事的时候 头盔也有机会保护她的脑部 还有没有其他保护神经系统的方法呢? 很多的 例如我们保持正确的姿势 踩单车的时候 戴头盔 像女生那样 做运动 这些都是保护我们神经系统的方法 如果脑部受损 或者脊柱受损 身体的机能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脊柱受损 甚至会令到大脑和各个部份的联系 只会终断 失去部分的知觉和活动能力 残废的可以 下面有一个新闻报道 就是说一个人游泳的时候 不小心头盔撞到海藏 令到神经系统受损 终身都是全身瘫痪的 真的很惨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打人的脑部 要打人的脑部 其实要令对方受损的时候 可能终身残废 甚至死亡 所以在香港 如果打人的脑部 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 与谋杀没有分别 是非常非常非常之不对的 是一个罪行 我们千万不要做 这里就是这一幅总结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好了 这一幅神经系统又说完了 拜拜